为因因520反年改团体上级抗议 教育部日前决议将成功高中和北一女中更换考场 引发部分家长反弹 今天上午在教育部前进行抗议 要求教育部将考场恢复 对此部长潘文忠则回应 临时更动考场对考生更不公平 今天记者应家珍报道 反年改团体先前曾扬言将在520上给到抗议 却与国中教育会考撞期 为避免学生受到噪音教管等因素影响 教育部日前宣布更换邻近的北一女级成功高中两个考场 却引发家长团体不满 以好上午到教育部前抗议 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黄耀南表示 建中及世大附中考场一下子要多容纳上千人 担心硬体设备不足将损害家长及学生权益 黄耀南说 包括建中院是男校 所以他没有女生厕所 其实有也是急早 另外八卦 师大附中冷气 已经多年多还没有更新 现在这样情况下 一次要增加这么多的考场 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考生跟家长的休息区 距离考场呢 大概走路大概要将近10分钟 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讲 短暂的空档时间 就会因为路程的关系 就要再花一点时间 黄耀南进一步补充 已与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沟通过 当天抗议队伍将不会行进凯道 因此没有更换考场的必要 对此教育部长判文中回应 陈抗相关讯息陆续传出 但要改变考场 有很多事务工作需要准备 不是几天就能完备 如果临时变更 反而对学生更不公平 事务人员将全力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记得点赞 台北报道 法院员协会理事长得